萌萌 故事时间 我要藏在哪里呢? 櫃子里吗? 不行 万一小朋友到櫃子里拿东西 就会看见了 出气里呢? 也不行 被可可看见 比被别的小朋友看见 更糟 怎么办? 到底要放哪里呢?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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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嘛吓我啦? 哎呦... 你在干嘛呢? 打我打这么大力 你是有毛病 还是做什么亏心事啊? 吓成这样子 我哪有 你才有毛病 你才做的亏心事呢 我... 我... 没有没有 我哪有做什么亏心事 你不要乱出喔 啊... 啊... 这么紧张喔 我越看越有问题耶 你... 刚刚... 是不是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啊? 我问你什么事啊 贝贝 你今天 怎么来得那么早啊? 呃... 我... 我想说 不要迟到 今天 就 早一点来了 哦... 欸... 对了 刚才啊 可可说 最近你们学校 刚考完数学 现在啊 考完了 大家应该 轻松点了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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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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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一点了 贝贝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嗯... 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呢 啊... 没有啊 我... 我没有不舒服 嗯... 诶... 现在外面不热呀 你怎么满头大汗的 啊... 有...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 我还好... 我还好... 没事没事 嗯... 嗯... 我看你 我觉得我越看你 越有事耶 你是不是都不敢 和我们对抗呢 来来来 你看我的眼睛 走开啦 哎呦... 不然你看 睦睦的眼睛了 你不要再叫了 你很烦耶 哎呦... 很痛耶 算了... 算了... 女生真的很奇怪 动不动就发脾气 告诉你们哦 我这次考超好的 你们猜猜看 我这次数学考几分 哇... 考得那么好 嗯... 又看起来这么满意 我猜... 一百分 一百哦 我是很想啊 看看下一次 会不会有好了 那... 给你们一点线索 好 我只错了一点点哦 一点 贝贝 你们学校和我们一样 同一天考试 看你考几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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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比你好啦 嗯? 我... 比我好吗? 我已经考八十分了耶 你会比我好吗? 八... 八十? 奇怪 八十分 为什么可以那么得意啊? 不可不守一个零队 这次多一个零已经考超好的了是不是? 不是 真... 羡慕你 蛤? 羡慕我吗? 那你果然 没有考得我好耶 你说你考几分嘛 九... 十九分 蛤? 摸摸你有听清楚吗? 她说是... 九... 九...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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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分 还是...九十九分 嗯... 我想我听到的... 嗯... 贝贝的话 应该是九十九分 啊... 我... 咳咳咳咳 呃... 那...那我不问了 我没事了 嗯? 贝贝 你考得很棒啊 一定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吧 辛苦你咯 嗯... 可是... 考得这么好 应该松了一口气啊 摸摸怎么觉得 你并不开心呢? 嗯? 嗯... 她可能是觉得不好意思啦 觉得在只考八十分的人面前 自己应该谦虚一点 呃... 才不是 蛤? 你说什么? 才不是 啊... 我又没有怪你 你哭这么大声干嘛啦 吓死我了 九十九分很棒很棒耶 对啊 我们考不到 我以前都考后面没有另外一个九的数字耶 对啊...对啊...就是九分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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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开心 真的一点都不开心 呃... 贝贝... 贝贝你别哭嘛 怎么了 为什么不开心啊 诶... 我... 说出来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骂我 也不要笑我 好好好... 不笑不笑 嗯... 我... 我... 嗯... 怎么样啊 我... 我... 你怎么了嘛 你怎么样 到底要不要说啦 嗯... 我快急死了 嗯... 可可... 可可... 你不要急嘛 贝贝啊... 就要说了 嗯... 我... 我只有考... 九十... 一分了 嗯...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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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分... 嗯... 三位数的啦 嗯... 三位数的... 九十... 九...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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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分是... 是多少分啊 九十... 一... 分... 嗯... 怎么少了一分啊 你少讲了八十二分 嗯... 嗯... 九加八十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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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一分喔 九十九... 九十一... 九十九... 九十一... 怎麼少了八分啊 可可... 你這次... 算對了耶 我是真的 憑本事 考到八十分的啦 但是我現在 我的八十分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那個八分 去哪裡了呢 我... 我害怕媽媽生氣 所以... 所以就突突在 咦咦咦的上面 加了一個小圈圈 就... 就變成九十九分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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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以為反正 也沒人知道 媽媽看起來很高興 那我就當作是真的吧 沒想到 當媽媽稱讚我 爸爸說 我雖然考的不是一百分 但我還是很棒 要給我獎勵的時候 我... 我真的笑不出來 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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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該說什麼耶 他們... 那麼相信我 馬上二話不說 就帶我去買 一直想要的洋娃娃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壞 好不應該 我不應該騙爸爸媽媽的 可是... 話已經說出去 禮物也收下來了 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嗯... 娃娃 那你每天看著那個娃娃 應該覺得 她不是在對你笑的 哎呀... 可可 啊... 對... 對... 可可說的沒錯 那就是我的感覺 我覺得 娃娃一直在等著我說 你騙人 你騙人 你是騙人精 可是... 我... 我現在該怎麼辦啊 木木 貝貝 嗯... 你知道錯了 對不對 嗯... 我知道錯了 可是... 唉... 我相信啊 爸爸媽媽平常 就一定是看到你讀書 是很努力的 除了這一科 你其他的科目 也考得很好啊 而且... 九十一分 已經是很高的分數了 已經是很好的分數了 但是啊 比起分數 爸爸媽媽 更希望看見的啊 是貝貝 是一個誠實的好孩子 對啊 不然你以後 該怎麼面對那個娃娃啊 他... 他每天都會等你耶 嗯... 不是只有你喜歡的娃娃看著你 還有... 你自己怎麼看你自己啊 更重要的是 神怎麼看你啊 嗯... 那... 現在... 我該怎麼做呢 嗯... 誠實是最好的做法啊 誠實是最好的做法啊 把你喜歡的娃娃啊 拿去還給爸爸媽媽 誠實的告訴爸爸媽媽 你啊 因為怕他們失望 一時做了錯誤的決定 騙了他們 現在覺得心裡非常的難過跟後悔 請他們原諒你 他們... 他們... 不會生我的氣嗎 嗯... 剛開始可能會生一點氣吧 可是那也是自然的啊 但是... 你自己告訴他們 總比... 你一直瞞著他們 還假裝沒事好嘛 嗯... 犯錯... 認錯... 就要勇敢面對啊 爸爸媽媽啊 最愛的 最關心的 是自己的孩子 是你 所以... 不要害怕誠實 好嗎 嗯... 好... 那... 那我回家 就和爸爸媽媽 誠實的 誠實的 説出這件事 嗯... 誠實啊 才能真正放心的 開心 好高興喔 嗯... 對啊 你希望高高興興 看著你的新娃娃 不是新娃娃 永遠生氣的 等等你吧 嗯... 好可怕喔 我不要那樣 嗯... 貝貝 你和爸媽說了嗎 嗯... 他們有怎麼樣嗎 嗯... 打你... 罵你... 罰你... 嘿嘿... 真的... 和木木說的一樣耶 他們看我拿著娃娃 還給他們 知道原來我騙了人 剛開始嚇了一跳 嗯... 也很難過 但是因為我認得錯 他們就原諒我了 嗯... 那娃娃呢 還是讓你留下來了嗎 媽媽說 嗯... 先放在她那邊 叫我下次考試用真正的實力 考到好的分數 嗯... 娃娃 你回來 嗯... 這樣真的太好了耶 嗯... 我再也不要騙人了 騙人太難受了 一點也不快樂 嗯... 嗯... 我已經很難過了 現在還要聽一個難過的唷 但是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都學到誠實的重要 那就好了 嗯... 嗯... 上次啊我們聽了雅各 和姨嫂的故事 知道他們兄弟倆 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嗯... 還有長子長子啊 姨嫂不是為了紅豆湯 把長子的名分給了雅各嗎 嗯... 姨姨 那應該是他們兄弟之間的玩笑 不會是真的吧 對啊 唉... 我們啊都會覺得 那應該不會是當真的吧 啊... 不會變成真的了吧 唉... 我們來聽下去 過了一些日子啊 姨嫂和雅各又長得更大了 他們的爸爸姨撒也慢慢老了 眼睛看不清楚 耳朵也聽不清楚 姨撒想要趁他還沒有更老之前 把姨嫂叫過來 說 唉... 我啊... 已經老了 不久就要去見神的面了 在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我要把將來帶領這個家的長子祝福 快點傳給你 姨撒心中第一個長子的人選 不用說一定是姨嫂 所以姨撒叫姨嫂出去打獵 把爸爸最喜歡吃的食物帶回來 煮好吃的給爸爸吃 姨嫂一聽就很高興的快快出去打獵了 姨撒最喜歡的兒子就是姨嫂了 但是你們還記得嗎 姨嫂和雅各的媽媽 利百家 她喜歡的是哪一個兒子嗎 我記得 嗯 姨撒喜歡的兒子是姨嫂 利百家喜歡的卻是雅各 上次我們還有點擔心 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偏心喜歡不一樣的孩子 將來會不會有問題呢 哇...看來問題大囉 利百家心中的人選啊 不是姨嫂 他希望是由雅各來成為家中的領袖 所以當利百家一聽到 以撒快要把祝福給姨嫂了 就趕緊把雅各給叫來 說雅各雅各 趁你哥哥要出門的時候 你快點去和爸爸要長子的祝福 你聽我的話 照我所吩咐你的去做 快去拿兩隻肥山羊羔 我來做你父親喜歡的口味 再由你送去給他吃 他媽媽怎麼可以教兒子騙人呢 是啊 可是啊 雅各也沒有拒絕 而且啊 還正好合了雅各的心意 而且我們剛才都知道了 以撒啊 年紀已經大了 眼睛幾乎都看不見了 啊...怎麼這樣 好過分喔 這不是欺負爸爸看不見 把長子的名分給騙來嗎 以撒身上不是很多毛嗎 雅各跟他不一樣啊 沒錯 雅各啊就是這樣問他的媽媽 他說 媽媽 哥哥渾身都是毛 我身上是光滑的 如果爸爸一摸到我 他就會知道我是騙人的了 那樣他不但不會給我祝福 搞不好還會生氣給我咒詛耶 必擺加油雅各 不要擔心 叫雅各穿上以掃最好的衣服 再把小山羊的皮放在手上 假裝啊那是一掃手上的毛 啊...為了要長子的祝福 雅各寧可騙愛他的爸爸 難道雅各不怕嗎 可惜的是連他的媽媽為了讓他拿到長子的祝福 也鼓勵他欺騙爸爸 啊... 立百家和雅各說 我的孩子 你啊只管聽我的話 如果你招到咒詛的話 都跪到我身上吧 你快點行動吧 結果呢 唉...雅各啊 蹲著香噴噴的食物 假裝成以掃的樣子 一步一步走到以掃面前 噢...我的媽呀 我不敢聽了 我不敢聽下去了 後來呢 後來怎麼樣 以掃認出他其實是雅各嗎 以掃聽到有人走進他的房間 就問 嗯...是誰在那裡 雅各啊就裝成以掃的聲音 是我以掃 爸爸 我做了又美味又好喝的湯給您 請您坐下 起來享用吧 之後請您把祝福給我吧 以掃就問說 我的兒子 你今天打獵怎麼那麼快 就找到獵物了 雅各回答說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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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你的神 讓我碰到好機會 很快就打到獵物了 什麼啊 騙人還敢說是神給的好機會 雅各真的太賊了啦 好誇張喔 我也快不敢再聽下去了啦 嗯... 以掃就說 孩子 你過來 讓我摸摸你 你... 真的是... 以掃嗎 雅各啊 就慢慢走進爸爸的身邊 以撒看不見 就拉他的手 用摸的 奇怪 聲音明明是雅各的聲音 手的確是以掃毛茸茸的手 以撒再三地確認 你... 真的是我的大兒子 以掃嗎 雅各說 是的 爸爸 我是以掃 以撒 就相信了 吃下了他所預備的食物 又喝了酒 為了確定 又在雅各的身上 嘶... 嘶... 再聞一聞一聞 衣服上的味道 再摸摸看 他有毛的手 嗯... 雅各的軌跡啊 有用了 以撒點點頭說 嗯... 這是以掃的味道 沒錯 最後啊 以撒就把長子所有的祝福 給了雅各 老父親啊 以為自己祝福的人 是他所愛的一嫂 不知道自己原來已經啊 把長子的祝福給了小兒子雅各 唉... 雅各的膽子真的也太大了吧 竟敢這樣子欺騙爸爸 騙走了長子的祝福 唉... 以撒為雅各祝福祷告 他說 願神賜你一切的豐富 願有很多很多的人民 為你做事 各國都向你跪拜 願你成為你弟兄們的主人 你母親的兒子 向你跪拜 咒詛你的 願他受咒詛 為你祝福的 願他蒙福 以撒就這樣 為雅各做了祝福 而這個時候 他的哥哥以撒 正好剛打獵回來 完了完了 以撒知道了 一定會氣死了吧 以撒一回來 就很快的去找以撒 也做了美味的食物 給爸爸享用 爸爸 我做了你喜歡的食物了 以撒立刻問他說 你 你是誰 以撒覺得很奇怪 爸爸怎麼會這樣問呢 爸爸 我是以撒 你的大兒子啊 以撒嚇了一跳說 不對啊 你來之前 已經有人 給我吃了野味 對 而且我還把長子的祝福給了他 讓他得到了祝福 以撒聽了爸爸的話之後 就放聲大哭說 什麼 爸爸 怎麼會這樣 我才是以撒啊 求你為我祝福 以撒說 孩子啊 已經來不及了 是雅各的心思不好 用了詭計 把你的福分騙走了 以撒聽了以後 好生氣好生氣 他說 雅各騙了我兩次 他從前 奪了我長子的名分 現在又奪了我的福分 爸爸 爸爸 你真的沒有為我留下祝福嗎 以撒回答以撒說 我已經立你的弟弟 成為你的主人 弟兄要給他做福人 而且賜給他一切的福福 以撒 現在我還能為你做什麼嗎 以撒對他父親說 父啊 你只有一樣可住的福嗎 爸爸 求你也為我祝福 以撒就放聲而哭 這樣 是不是他原本的禮物 全都沒有了 他只能得到一般兒子的禮物 大兒子 長子的祝福和禮物 全部都被雅各搶走了 哇 雅各好健在啊 長子的祝福就這樣被他搶走了 雅各雖然得到了長子的祝福 但是也從此逃離了家園 不敢再待在家裡了 得到長子的祝福 得到長子的祝福 卻再也不敢待在家裡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以撒知道 爸爸把祝福都給了雅各 他的心裡非常地怨恨雅各 生雅各的氣 他想他的爸爸已經老了 有一天爸爸離開這個世界以後 他就要報仇 要殺了雅各 因為他實在太恨雅各 騙走了所有屬於他的祝福和禮物 而利百家怕大兒子會傷害小兒子 雖然心裡非常地難過傷心 也只好叫雅各快逃 雅各也生怕哥哥會報仇 就再也不敢待在家裡了 好慘哦 活該啊 誰叫雅各和利百家要騙人 利百家 一下子等於失去了兩個兒子 對耶 原本他希望雅各能享受大兒子的禮物 但雅各一逃走 就不在他的身邊 姨嫂也一定會很生媽媽的氣 媽媽竟然幫著弟弟騙了爸爸 騙人真的很麻煩很糟糕 完全不是好事情耶 雅各啊 這一離家就是好多年好多年 在外面吃苦受累 想念媽媽媽 想念媽媽 卻不能夠見到媽媽 想念爸爸也見不到爸爸了 當然他也會想到哥哥 可是他更怕哥哥 躲哥哥 哎 好多年好多年哦 哎 小朋友 你聽了故事以後 是不是和我們一樣 感覺好可惜 好難過 雅各啊 用了他的壞心思 用了軌跡 得到了長子的名份 和父親的祝福 但是帶給他的 不是滿足和快樂 他看起來得到了很多 卻失去了更多呢 嗯 雅各和利百家 不該騙家人的 對啊 好好的一家人 因為騙人 不能再在一起了 真是傷心耶 可見啊 騙人有多不好 有多可怕 真的真的 騙人 只有一時的方便 之後 心裡會一直很難受 很難受 肩膀好像被了中道 抬不動的石頭 壓得快不能呼吸了 還好 這次我認錯 願意改正 爸爸媽媽也原諒我了 我以後 再也不要騙人了 真的不要再騙人了 騙人不好的 連你喜歡的玩具 都會變得不好玩耶 那還有什麼意思啊 不要再騙人了啦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可可小老師 下次我一定要考考 拿回娃娃以後 感覺就不會和這次一樣了 他會對你笑 不會再瞪你的喲 哈哈 嗯 真的真的 我不要再騙人了 我不喜歡騙人的感覺 嗯 小朋友 有時候啊 我們會為了一時的方便 有可能會選擇 哎呀 這次啊 我就用騙人的方法 好了 嗯 這樣子啊 我就不會被發現 也不會被罵了 嗯 或者是 或者那樣子我就可以更快一點得到 我想要的東西了 但是 說一個謊 往往後面啊 還要說更多的謊呢 那一點也不能讓你快樂和開心 反而啊 還有很多的問題等著呢 我希望每一個小朋友都知道 不管怎麼樣 都不要選擇說謊騙人 可是如果你和貝貝一樣 為了一時的方便 不小心說了謊 最聰明 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 快快的回頭 向神認罪 向人認錯 只要你願意 天父一定會給你勇氣和力量的 要記得 說謊騙人是不討神喜悅的 而你也一定不會快樂的哦 嗯 那我們來禱告吧 嗯 我們來禱告 嗯 一起來禱告 好 親愛的天父 謝謝你讓我們今天聽了故事 還有今天 伊嫂和雅各他們兄弟倆 過了多久才再見到面嗎 你想要知道他們兄弟有沒有和好啊 伊嫂還會一直一直生氣 不肯原諒雅各嗎 下次啊 在MuMu故事時間我們會告訴你哦 大家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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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稣不只是木匠的儿子 更是上帝的儿子 开口邀请他进入你心中 耶稣耶稣不只是木匠的儿子 他改造生命 他更是你和我的主 他更是你和我的主